我家的红葱油又用完了 基本上每个月我家都会做一次 用它来拌面焖饭炒菜都特别的香 这次我就从炸猪油开始吧 猪油切成小块 再加一碗清水放在锅里熬煮 在熬猪的过程中可以翻拌一下它 让它受热更均匀 5分钟左右水分烧干就开始出油了 炸猪油有人会喜欢放一些葱姜或者香料进来一起炸 我就更喜欢原味了 炸好的猪油捞出油渣就可以倒在油罐子里了 隐藏后的猪油是雪白雪白的 剩下的猪油我会用它来炸葱油 底下有很多碎渣我现在也过滤一下 这是上次炸的葱油只剩那么一点点了 现在要把油罐给洗一下 炸葱油最好选这种红葱头 炸出来才够酥够香 红葱头把外面的干衣去掉以后再切碎 每次切葱头都特别的辣眼睛 我今天就在刀上磨些水 嘴里也含了一口水 这样切还真的不辣 今天切葱头真的没掉眼泪啊 葱头切碎放在碗中备用 再切一些姜末 蒜末 炸葱油这个葱头和油的比例是一比一就可以了 不喜欢猪油的话就可以选其他的食用油哦 葱头和凉的猪油一起下锅 用中小火慢炸 炸至十分钟左右就可以把姜蒜末倒进来 继续用中小火慢炸 炸这个葱油全程都要用中小火 炸到葱头已经飘起来变成金黄色就浇一些冷水进去 待这个水分砸干就不再冒泡了就可以把这个葱头捞出来了 捞出来的葱头一定要摊开放凉它才会酥脆的 这样酥脆的葱头就是你放在冰箱保存多久 你拿出来吃的时候它都是酥脆的 放凉的葱头把它倒在罐子里再把放凉的油一起放进来 我现在已经忍不住先来做一个葱油拌面了 葱油 香葱 白芝麻 生抽 少许的香醋 还有糖 再把刚刚煮好的面条放进来直接拌匀 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多简单 如果你觉得炸葱油太麻烦了 那你还是选这种现成的吧